嗨大家好,我是罗斯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一定都会用到 但却很少被重视的步骤 编译和链接 通常这两个步骤被我们的IDE封装得很完美 我们一般都是一件构件对吧,非常方便 但是一旦遇到错误的时候 尤其是链接相关的错误 很多人就束手无策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一下 编译和链接的整个过程 首先什么是编译呢 编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我们程序的原代码 翻译成CPU能够直接运行的机器代码 比如我们写了一个原文件 may.c 里面简单输出了一行文字 并且调用了一个函数add 而这个函数被定义在另一个原文件 math.c中 这里我们就可以调用gcc-c 来分别编译这两个原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 编译永远都是以单个原文件为单位的 在实际开发中 我们通常会将不同功能的代码 分散在不同的原文件 一方面方便代码的阅读和维护 同时也提升了软件构建的速度 比如你修改了一个原文件 那么只需要单独编译它这一个 而不需要浪费时间重新编译整个工程 可以看到在编译之后 会生成两个扩展名为.o的文件 它被称作目标文件 目标文件是一个二进制的文件 文件的格式是ALF Linux下所有可执行文件的通用格式 相应的 Windows使用的是另一种格式 PE 它们虽然互不兼容 但在格式上非常相似 都是对二进制代码的一种封装 我们可以在文件头部 找到可执行文件的基本信息 比如支持的操作系统 机器类型等等 后面是一系列的区块 被叫做Sections 里面有我们的机器代码 还有程序的数据等等 比如点Text是代码区 里面是之前编译好的机器代码 点Data是数据区 里面保存了我们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局部静态变量等等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块 我们待会儿讲到 需要注意的是 目标文件虽然包含了编译之后的机器代码 但它并不能够直接执行 操作系统也不允许你去执行它 因为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用到了尚未定义的函数 add 而我们主程序中的add 其实只是一句声明而已 它被定义在另一个模块 math.c中 这同样也包括我们用到的 标准库中的printf 如果我们去查看 standardio.h头文件 其中的printf 只是一个函数的声明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在编译may.c的时候 编译器是完全不知道 printf和add函数的存在的 比如它们位于内存的哪个区块 代码长什么样 都是不知道的 因此编译器只能将这两个函数的 跳转地址 先暂时设为0 随后在链接的时候再去修正它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may.o这个目标文件中的内容 这里的main是编译之后的 主函数代码 左边是机器代码 右边是对应的反汇编 可以看到这里的两个call指令 很明显它们分别对应 之前调用的printf和add函数 但是你会发现 它们的跳转地址都被设成了0 而这里的0会在后面链接的时候被修正 我们马上讲到 另外为了让链接器能够定位到这些被修正的地址 在代码块中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重定位表 比如在点text区块中 需要被重定位的两个函数printf和add 它们位于偏移量14和23的位置 后面是地址的类型和长度 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机器代码是依依对应的 我们将另一个原文件math.c也编译出来 最后连同main.o一起链接生成一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 我们用到的还是gcc命令 后面传入之前编译的这两个目标文件 随后在目录下可以找到生成的可执行文件main 而这个main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所以链接其实就是将编译之后的所有目标文件 连同用到的一些静态库运行实库 组合拼装成一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 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地址修正 在这个时候呢 链接器会根据我们的目标文件 或者静态库中的重定位表 找到那些需要被重定位的函数 全局变量 从而修正它们的地址 但如果我们在链接的时候 忘记提供必须的目标文件 比如这里的math.o 由于链接器找不到add函数的实现 于是报错 引用未定义 或者有的编辑也叫它符号未定义 意思就是我们用到了add 但链接器却无法找到它的定义 因此只能报错 讲到这里呢 相信大家对编译和链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但如果每次都手动编译在链接 显然不够高效 实际开发也没有人这么做 通常我们都是用各式各样的ide 或者构建工具帮我们自动化了 所以这里我想先介绍一种最简单的构建工具 makefile 可能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很古老 但其实makefile除了软件构建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奇迹营巧 比如用它来自动生成文档等等 像很多现代的项目也都还在用它 譬如Android OS的构建等等 makefile的核心其实是对依赖的管理 比如要构建may 则需要may.o和math.o这两个文件 同时执行下面这条链接指令 如果要构建may.o又需要may.c这个文件 同时执行下面这条编译的指令 然后你会发现makefile其实就是在定义一颗依赖树 你要构建最上方的这个目标 就需要提供下面这些节点的文件 然后这样层层的递归下去 有了makefile以后 我们可以调用make命令 后面跟上目标的名称may 它会自动根据我们的依赖树 递归的去构建这个可执行文件 当然第一次运行 由于所有叶子节点都不存在 make会自动构建所有的依赖 包括其中的目标文件 但如果我们再运行一次make 由于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存在 并且是最新的 make就不会再重复构建了 此时如果我们再单独修改一下make.c文件 由于make.c只会影响make.o 从而影响最后的可执行文件make 所以make只会去重新生成这两个相关的文件 从而避免了其他不必要的文件编译 其实所有的现代化构建工具 都用到了相同的原理 对依赖的管理 只不过加入了一些更实用的功能 比如脚本源的支持 第三方库的管理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之前的那一期Cmake视频 它是一个更加灵活 同时也更复杂的软件构建系统 被用在很多大型的C或者C++项目中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类似的稍微偏底层一点的话题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可以之后来讲一讲 最后感谢大家支持 我是罗斯 我们下期再见